看着三姐一脸决绝的样子 包司令瞪大了双眼 她不敢相信三姐会说出这样的话语 好啊三妮子 既然你想要保下她 是不是应该先告诉我必要的原因和理由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辈 抱抱抱 皮炎子屡次就像我和四妹的命 这你是知道的 更重要的是她是四妹的爱人 话音落下 包司令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一脸平静地看着没有开口 在这里我没资格开口 也还没到我开口的时候 四丫头 你三姐说的这些可否属实 抱抱抱 三姐说的没错 皮炎子是我的爱人 难怪了 但这不是你能保下她的原因和理由 我瓦帮派过去协助你的那些人 都是她设计老美政府军杀的吧 就在三姐即将开口之际 我已把抓住了三姐 皮炎子 可不敢乱来啊 不然今天无论如何我们都走不出这里 三姐你放心 抱主席你好 我知道今日之事很难善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但我也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就是保护好三姐和芸汐 这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 我愿意留下来承担这个责任 呵呵 有点意思 怪不得四丫头能看上你 就凭你能在我面前说出自认这句话 三姨子 你先带着四丫头走 我要交代皮炎子几句 抱司令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四姐紧紧地拽着三姐的手臂 不断地摇晃着脑袋 四妹放心 我们要相信皮炎子的能力 这也是她的机会 话音落下三姐抱着哭的梨花 带雨和四姐快步走出大屏 要你今天只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 无论如何我都会杀你 抱主席 今天实在是冒犯到你了 我只想看到他们两姐妹好好的 除此之外 别的我没想任何 呵呵 也需要你什么都不想 这样你才能真正帮助他们两姐妹 他们能走到今天也着实不易 说到这里 包司令的脸上浮现出一谋愧疚 之前木槿那边的事情 我也是时候才听说 负责木槿那边的相关人员 我都已经全部处理了 也算是给他们姐妹一个交代 好了 你可以走了 我点点头 朝着包司令深深的鞠躬致蟹 转身朝着后面退去 等一下 我立马停住了脚步 眼神警惕地看着包司令 不用紧张 我说到就会做到 把你手机给我 我一脸疑惑 随后还是按照他的意思将手机递了过去 包司令在我手机上面摁了一番后递给了我 我的电话你存起来 希望你用不上 我知道野三尼斯的性格是不会联系我的 这个电话是在你们真的遇到不可躲避的危险事打给我 这也算是作为帐备对他们两姐妹最后的关怀吧 好了 走吧 包司令说完我点点头转身离去 出来之后四姐发疯似地锤打着我的胸口 我恨你 我恨你 你觉得你这样做很帅吗 难道不帅吗 帅你大眼 此刻四姐虽然是骂我 但我内心却无比的高兴 随后我们三人立马返回医院 皮炎子我问你 我们走后你和包司令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就让我继续保持拿命保护你们的优良传统 行吧 那我也不多问 反正你自己多多留心 好的三姐 我会注意的 对了 你这次回来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吗 要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地放过灵道德吗 啊 那三姐你这次回来还是很危险啊 其实我这次回来是为了你和四妹 当时为了救你和四妹 我提前布置好了小猛拉那边的事 当她看到录像时候 灵明贤那边的人已经被我控制了起来 使她自己先入为主地带入了进去 觉得小猛拉即将斗失 毕竟木姐那边的旗帜已经在小猛拉升起 现在的我还不是灵明贤的对手 我相信只要我夺回木姐 灵明贤以后一定会规规矩矩的 走吧 我们先去看一下阿七他们 话音落下 三姐起身朝着房门口走去 除了陈哥之外 其余的人员三姐都去看望了一番 可能三姐对之前的事情也耿耿于怀 从医院出来后 三姐带着我和四姐开了一个酒店房间 你和阿七他们想在这边住多久都没事 现在帮康这边应该没人再找你们的麻烦 灵家父子估计第一时间赶回小猛拉了 那你们呢 呵呵 我们两姐妹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所以三姐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暂时不知道 快一点两三天 慢一点一个星期 具体的现在不知道 好了 你们两人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 我就不打扰了 三姐走后 我牵着四姐的手走进房间里 一番你们我浓厚 时间一晃来到晚上十二点 三姐敲响了房门 三姐 是有什么事情吗 呵呵 我来找四妹说个事情 四妹 你跟我来 四姐走后 我起身走到窗口双眼呆呆地看着窗外 对三姐和四姐的前景我感到担忧 时间来到晚上两点 四姐回到了房间 呵 我们的大帅哥皮炎子 是不是很想我啊 看着一反常态的四姐 我心中已然知晓了一些事 哈哈 当然想啊 你一去就是两小时 那我们就睡觉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帮你脱鞋 好 话音落下 四姐低头看着我的双脚 泪水不经意间从四姐的眼眶中滑落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躺在床上后我缓缓闭上双眼 满脑子都是四姐离开的模样 时间一份一秒的流逝 我自己也不知道过了过久 皮皮 你睡着了吗 我双眼紧闭并未作答 四姐小心翼翼地将身子撑起 爬到我的面前后轻声一笑 随后声音开始哽咽了起来 皮皮 对不起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等所有的事情办完 我会和三姐一起回来 到那个时候 我时时刻刻地陪着你 好好 这是我心里的回答 四姐自然没办法听到 随即四姐起身离去 关上房门后 门口传来三姐的声音 我相信皮颜子能理解的 走吧 差不多了 听着三姐和四姐离去的脚步声 我立马起床走到窗口 躲在窗帘后面目送两人离去 此时我也没了任何的睡意 立马下楼返回了医院陈哥的病房 皮颜子 三小姐和四小姐走了吗 嗯 陈哥 刚走没多久 呵呵 意料之中 说说三小姐那边的事情吧 看来我和三小姐之前的矛盾 应该很难调节了 陈哥你放心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我会 我话还没说完 手机铃声就突兀的响起 呵呵 先接电话吧 不是陈哥 白锁城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先接吧 看看白锁城那边是怎么说 电话接通的一瞬间 白锁城阴冷的声音直接传入我的耳朵 皮颜子 你和阿七在一起吗 白主席 请问是有什么事情吗 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现在告诉你们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帮康 行 既然在一起的话就好 你们先在帮康待一段时间 我让你们回来的时候再再回来 听清楚了吗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这不需要你知道 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别自作聪明 但凡你们不听我的 贸然返回果敢 后果自负 说完白锁城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和陈哥都是一脸猛逼 也就在这时 小离打来了电话 皮哥 你们人现在在哪 现在公司里面来了好多人 家豪被他们给抓走了 知道来人是谁吗 不知道 从来没见过 不过他们好像是来找七哥的 他们进来 就问谁是阿七 家豪说这里没阿七这个人后 就被他们抓走了 现在该怎么办 小离你别着急 眼下那些人没对你们动手 应该问题不大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回公司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皮颜子 我和你一起回吧 陈哥 你现在有伤在身 需要休养 加上这边也需要你帮着照看一点 我先回去看看情况 等我抵达果敢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上午 小小离和老王了解了一些情况后 我来到陈哥办公室 准备打电话问下白银感 结果刚拿出手机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入我的耳朵 一大群身穿西装的男子 出现在了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你们是 话音落下 一个身穿粉红色西装的男子 走了进来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阿七在哪里 最好识相一点 昨天抓过去的那个人 现在已经爽到飞起 那抱歉了 我真的不知道阿七人在哪里 各位请回吧 小子 我们兴师动众来了两次 你一句话就让我们走 你好大的面子啊 那你们直接说吧 想干嘛 我们想干嘛 好啊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要阿七死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